再来看广西的雨情 近日广西柳州临川河池等地遭遇暴雨侵袭 受强降雨的影响 多个县市交通受阻 河水水位上涨 昨天广西柳州市突降暴雨 导致多条道路路面积水严重 部分路段通行受阻 一些车辆涉水前行在水中抛锚 水情发生后柳州市交警部门 加强对各路段情况的监控 同时增派路面警力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对积水较深的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 7号广西柳川县九屋镇境内 东江流域突发山洪 造成道路多处塌方 交通电力通信中断 此外还有多名群众被困村庄 多辆轿车被洪水冲走 灾情发生后 柳川县组织人员赶赴受灾地点 调用铲车 挖机等机械设备 抢通道路开展抢险救灾 并将300多名被困群众 成功转移至安全地点 7号凌晨受暴雨影响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龙江河段水位暴涨 四桥水域的两艘住家短船 及五艘与之相连的渔船 因洪水至固定缆绳断裂 船舶失控向下飘移 危及下游大桥及水电站安全 船主船员多次自救 均无法排险 事发后 河池海事局执法人员 立即带上橡皮艇 艇机等设备赶往现场 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开展施救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 两艘短船和五艘渔船 被拖至岸边稳固停泊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